另外有民众是依规定骑车上路没有想到却遭到了恶意逼车 12号上午的11点多左右 一名离姓男子骑乘黄牌重击 载着女朋友行进华丽市北宾外环地下道时 突然遭到了后方的一影车恶意逼车 甚至还亮出了镰刀叫嚣 其实在报案之后警方是巡线调阅了监视器 锁定了一名55岁的灵性驾驶 而全案依恐吓强制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含宋法办 重机骑士好端端的骑在路上 没想到一台大型义影车 却突然间从骑士身旁紧逼超车 让他吓得连忙闪避只按喇叭示警 而义影车在完全挡住骑士去路后 甚至亮出镰刀不停叫嚣 这惊心场面就发生在12号上午11点左右 一名领行男子骑乘黄牌重机 载着女朋友行进花莲市北宾外环地下道时 因为没有靠边行驶 就造后方的义影车21B车 骑士在报案后 警方立即巡线调阅监视器 锁定了一名55岁的领行驾驶 驾驶员初步坦承设犯该案 并交付涉案的镰刀与查扣 全案经证讯后 依恐吓强制及设犯公共危险罪 移送花莲定解署正办 另外针对义影车友 跨越双红线行驶及21B车部分 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予以举发 依照规定骑车上路 没想到会遭到21B车 所幸这起行车纠纷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也提醒驾驶人 别因意识冲动而处罚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徐立芹 华联系报导